今天介绍这支琴呢是Corey Wong的签名款 也是我自己店铺里的一支琴 其实每次聊到我店铺里的琴的时候 都是我最没有压力的时候 因为没有来自品牌方的压力嘛 我自己的货呢我爱怎么讲就这么讲 听完呢买不买再拿买是大家自由决定的 Corey Wong应该是目前排名 几乎是第一的Funk吉他艺术家了吧 音乐呢既高级又好听 而且他的舞台表现力极强 技术呢尤其是他的右手像节拍器一样稳健 而且Corey Wong呢还很有网感 所以他在国外火得一塌糊涂 不过呢他很少solo 顶多就能归为扫弦的 而且还总扫那些6913的和弦 家人们谁能听得懂 这样的人呢在咱们这里呢是没机会的 至于他的签名款呢我不懂国外卖的如何 但国内呢肯定也属于小众的范畴啊 目前这个签名款有三个配色 最早的是Corey Wong的标志性的宝石蓝色 后来又出了两个限量配色 一个是达夫尼兰 还有现在我手上的这个冲浪绿 大家看这个漆面是哑光消极漆 可能外行人呢觉得这种漆面呢 没有那种钢琴烤漆的质感 甚至有点土味 但谈电吉他人呢都是消极漆为高档油漆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游戏和这些配色呢 是非常符合Corey Wong的审美风格的 他拍的视频呢都有很鲜明的复古的色彩感 所以这样的漆面和配色呢 其实是和他的个人的美学风格呢 是浑然天成的 其实很有趣的一个情景是Corey Wong呢 自己用的最多的那只宝石蓝色的琴呢 其实是他十几岁的时候 刚学期不久的时候买了一支 美产的分达Highway One 其实那是一支最便宜的入门款的美产分达 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美特 还有美产演奏家的这个定位 那Highway One呢 其实是产于2002年到2010年之间了 相对于当时的美标是便宜不少的 因为配置呢比较基础啊 实验性呢也是墨西哥产的 据说琴琴和琴底这些 其实也是墨西哥产的 然后走线到美国去组装的 不过哑光消极漆确实是当时Highway One的一个标配 在当时呢也是被分达重点提及的卖点 那噱头无非就是 消极漆比较薄比较软 它不会把木头完全的封闭起来 所以呢能让木头呢能够呼吸 不会太影响共振 反正吧要是现在来看 消极漆在分达上只有是Vintage 还有CS还有MB系列呢 才会给你配的高级漆 那为什么当年在Highway One这种入门款上也用消极漆呢 呃我也是不太懂的 不过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消极漆的这些玄学 但消极漆确实有非常好的轻浮感 尤其是这种哑光呢 手铐上去太舒服了 很有一种老朋友的感觉 而且消极漆呢因为它不耐磨嘛 所以呢它是最容易能够弹出做旧效果的油漆 甚至呢它还专门有个说明书来告诉你如何保养消极漆的 因为消极漆实在是太脆弱了啊 你不小心就会被塑胶或者是酒精这些东西呢给腐蚀了 而相对来说像美专二这种锯纸漆的 除了刻红和划痕 锯纸漆呢基本上你一辈子呢都不可能把它给磨完 所以啦其实Corey Wong呢自己的主力武器呢就是一只很基本的highway one而已啊 而且反正是funk嘛 只要你把热配一只Straight的拨档呢拨到这两个实际器同时工作的档位 全世界的Straight听起来都差不多了 那为什么芬达出了这样一款Corey Wong的签名款 价格一下子就比肩了豪华款的美超呢 甚至比美超还要贵200美元 要知道200美金在我们这里分分钟可以买到一只纸面配置上 和美分几乎一样的国产群了 当然了签名款更贵那是正常的 加上人家可是芬达 你想要在这个logo上寻求性价比你做梦的 那确实呢这只签名款已经不仅仅是一只highway one的复刻了 Corey Wong和芬达呢在设计这一群的时候 仅仅可能只是复制了highway one的那个演奏的感觉 但其实增加了非常多的细节 比如说调鞋钮是带锁的 这里呢也有斜切的高把位优化 纸板弧度呢也是从10英寸到14英寸的混合弧度 试音器呢也是Corey Wong签名款试音器Clean Machine 这套试音器单卖呢也得2000多了 所以这只型的配置呢其实它已经是非常豪华的了 国行的售价接近2万了 但不要忘了2万呢现在也只能买到芬达的豪华一点的量产型 量产型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它的工具性还有实用性 它不可能是一只收藏品和艺术品 所以大家不要存在幻想它能够跟Custom Show或者是Master View来相比 因为Custom Show的Master View呢在选材的时候是经过了一个比较细致的升学考量 量产的分担呢肯定是以量取胜的 所以呢选材上呢还是会更追求效率和一致性 那这个视频呢我应该是来一段Corey Wong的曲子的cover的 但是呢很抱歉我没有时间准备 所以呢今天咱们就不了解它了直接了解它好了 视频呢可能有点长到现在还没开始进入正题 首先这一只Corey Wong的这个蜻蜓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啊 其实它是比常规的SJet呢要小一点点的 主要呢是Corey Wong呢觉得这样的小蜻蜓呢 坐着弹的时候会更舒服一些 坐着弹的时候呢会更舒服一些 因为手臂呢不用抬得这么高 而且理论上呢整型的重量应该也会更轻一点 但实际嘛我觉得减少的重量呢可以几乎忽略不计啊 那点重量早就被这一排带锁的鞋柳的重量给补回去了 而且量产分的啊用的O的蜻蜓 其实也不会太轻了 因此呢整琴的重量其实也和普通的SJet差不太多 3.8公斤左右 琴桥是这种六个螺丝六点式的复古琴桥 里面有四根弹簧 然后弹簧呢会把琴桥拉得比较紧 让琴桥呢能够紧贴着琴体 理论上呢这样的接触面越大 琴弦传导到木头的共证呢也会更好一点 比较特别的一点是Cory Wong呢 专门给大家配了一根这样黄颜色的橡胶带 那主要是给里面弹簧精英用的 这里呢还有一份专门的说明书啊 来教大家如何去把这个绑带绑到弹簧上 其实这么做呢原因也非常简单 因为弹放很节奏嘛 我们需要非常干净利落的声音 不希望被这个弹簧的共鸣声呢搞得透泥带水了 所以Cory Wong特别强调了这个绑带呢 是他音色的特别的组成部分 还有这一群他特别配了四个背带扣的橡胶圈 那这个其实已经不稀奇了 到处可以买得到 琴头的背面有Cory Wong的签名 不知道是不是亲笔签的还是印刷上去的 还有一张证书 琴景呢用了这种比较复古的琥珀色的清漆啊 处理成了哑光的手感也是非常的顺滑 琴景的形状不是常规的C型啊 而是借鉴了美超的D型 那D型呢顶点呢它没有那么拱啊 所以整体来说呢会比C型呢弹起来会觉得更薄一些 我个人觉得手感是无敌舒服的 品丝呢是芬达祖传的聂音品色 本身的材质呢也没有什么可多说了 比较传统也没什么特别的 品丝的尺寸呢是Medium Jumbo 品丝的宽度呢我觉得其实和美专二呢差不多啊 但是高度呢就没有美专二那么丧心病狂 这支琴的品丝高度是1.25毫米左右 我觉得这是一个介于现代和复古之间的一个黄金高度啊 Cory Wong呢也觉得这样的品丝高度呢最舒服 品丝的细节嘛大家可以看啊 品丝导角和纸板边缘的弧度处理呢 工艺上我觉得应该来说和美专二是差不多的 那这一支的品丝导角的这个底部这里的处理呢 我个人觉得比我遇到的好几支美丝恶能都要好一些 这一群本质上来说它的确是一支三弹的传统Street 但电路上嘛很有Cory Wong的特点 因为玩Funk音色嘛肯定用的最多的档位是这一档 也就是琴景和中间实音器两两组合的这一档 所以Cory Wong啊这里专门设置了一个一键直达的弹条开关 也就是说这个拨档无论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只要一弹起来它的音色就会变成琴景和中间档的组合 我觉得就凭这一点啊 这一切确实是Funk的神器 但是这种弹条开关呢我觉得它天生就有个问题了 如果你按的力度不到位 它是不会准确的弹起或按下的 现场切换如果有失误的话 可能会让自己手忙脚乱 所以使用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要适应一下的 一定要按到底 它才能够正常的弹起或按下 说到实音器呢是我对这支琴最喜欢的地方 我觉得它们真的是为放和音乐而生的 前面两个单线圈实音器使用的是四号磁缸 所以音色是很平顺 EQ很平衡的 输出呢也是比较中等的 既没有四额的高频也没有泛滥的低频 而琴桥实音器的内部其实是双层叠加的降噪声 偶尔呢我也会看到Corey Wong呢 会来一段高增益的solo 所以它选择这样的降噪实音器呢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也很实用 那接下音色对比呢为了给大家一个参考啊 我拿了两支我比较代表性的琴来一起对比 通过刚才的琴瑾实音器的对比 我们基本可以判断 Corey Wong的实音器呢 它的输出呢不算很大 三段呢确实比较均衡 其实对于耳朵来说是非常舒服的 频段呢因为它没有很泛滥的低频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比较好操控的 而世界上的那个西莫登肯的SS1的实音器呢 虽然原型是50年代风格的单线圈了 但我觉得高频蛮多的 所以听起来还是挺现代的 还有其实这种不太亮的实音器 如果两两并联起来 当中频被挖空的时候 由于它的高频没有这么的亮啊 所以呢听起来呢 我觉得也是最舒服的一种放可音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刚才我说过的琴桥档呢 它是双层的叠加的降噪设计的 所以在争议比较高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明显听到 前面两颗单线圈的底噪呢 会比琴桥的底噪是要大一点的 其实Corey Wong的这颗琴桥实音器呢 我觉得音色上啊 实际上是比传统的单线圈呢 要稍微的圆润一点点的 但整体上呢 还是单线圈的音色范畴 和双线圈的音色呢 其实还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 一 Geoff 一 complimentary 当然我觉得Corey Wong的这支签名款 他自己也说 他希望这支琴是能成为大家手中的好工具 他也不希望这支琴被定义为属于他个性的一支琴 所以我也觉得这支琴呢 它的音色绝不仅仅只是适合用来放 而实际上它还是一个能够适应很多风格的 比较全面的Stat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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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总结一下 大家看到这期视频 是否真的觉得自己需要这样一支 Corey Wong的签名Strat呢 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有了自己悉尼的Strat 那确实没必要 因为Funk什么琴不能弹呢 我觉得Corey Wong呢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吉他艺术家 他的作品和现场感染了非常多的人 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欢Corey Wong 为自己的偶像去克金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满足自己情绪价值的一个方式 也是对自己偶像的一种支持 那手头宽裕的话 何乐而不为呢 好过吃喝嫖赌对吧 再或者呢 虽然可能性不大 你还没有一支合适的Strat 而且呢 确实呢 你也有一些小琴 你就想找一支比较全面的一支Strat 那确实Corey Wong的直接签名款呢 也确实是你非常理想的一个选项 谢谢大家